寫完的東西 基本上我有把它貼到這裡 OK這一段就剛剛的 因為我剛剛有漏掉一個-1 把它再去掉就這一段 本來是利用那個file方式 一個一個自己手動書 現在是直接改 應該還記得我們之前有做過 就是新增那個ch.ts 當然這是假設是國語的 如果說你要英文的 比如說再加一個en 然後再加一個其他乘期 外部讀取進來做後續的處理 那接下來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做另外一個 就是說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希望把一個外部的那個 這個就是會員資料讀進來 那會員資料的話 假如說它是一個TST 或者是CSV的話 怎麼把它讀進來 還沒有講到雲端 所以第一個請各位找一下 那個會員資料 那當然我們 我是把那個會員資料 要放在那個雲端上面 這邊有個member.tst 或者這邊有個會員資料 假設我這邊 這個member.tst 好了就這一些資料 可是你這些資料 現在在雲端上面 要請各位待會把它打開 就把它下載 直接下載成那個什麼 存文字就OK了 那因為呢放在雲端 Google的雲端一點裡面 所以它Google是 support 那個UTA58的 所以理論上應該直接讀進來 是沒有問題 你們等一下可以試試看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把這個檔案下載之後 那下載的話呢 它理論上是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個路徑底下 C底下這個 那你有幾個方法 如果說你今天 你希望把這個檔案 放到我們Eclipse裡面 做練習的話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複製貼上就好了 從這邊有沒有 直接複製 我記得好像這邊 可以按右鍵複製它 另外的話 這邊可以把它貼上就可以 這是第一個方法 複製貼上 另外一個方法我覺得最快 我覺得Eclipse有支援什麼 拖拉的方式有沒有 直接把它拖放到那個 我們的這個Package 記得你不要丟錯位置 不然到時候還是找不到 那丟進來之後的話 你可以看到 它會放在 因為按英文字母排列 所以Member就出來了 有沒有點TST 你把它點兩下 資料就打開來了 OK理論上應該開起來 沒有問題 那這樣讀取 應該也就沒有問題 打開來 如果可以看得到 應該是 Utf8嗎 如果不確定的話 你可以按右鍵 它這邊有個OpenWiz 你可以用System的Editor System Editor應該是內建的 Windows裡面應該是 印象中應該是什麼 記事本吧 我看一下 點一下System OpenWiz 打開來 這個是記事本 如果我想知道它到底是Utf8 還是CP950的話 你可以檔案 另存心檔一下 各位可以檢查一個地方 就馬上知道了 編碼有沒有 OK 其實理論上 如果你用那個記事本來開的話 如果是CP950的話 它會用哪一個呢 Ansi 基本上如果會產生亂碼 要不就是把它改一下 要不就是讀取方式 改一下 如果說我今天已經 就是把這個Member 讀進來了 接下來的話 我希望怎麼樣 可以讓它顯示在 我的程式下方的話 請各位試一下 我剛剛利用剛剛的方法 H&你可以用什麼 我們這邊是ReaderLine 不過ReaderLine是讀一行 那讀一行不對啊 我要全部讀進來的話 要什麼 ReaderLine是全部把它讀到一個list 那如果說你希望把它 全部讀進來的話 也許你可以跑個回圈 前面好像我記得 我們有用一些方法 所以這個部分請各位 也許你就建一個什麼 建一個那個 我這邊有建了一個叫 FileReaderMember ReaderMember 這個 然後呢 其實就可以利用這個方式 把它讀進來 那當然你這邊可以怎麼樣 用那個FOpen 然後跑個回圈 ForLine 有沒有 InF 把它用什麼呢 租行租行的把它執行 那裡面的話 其實只要什麼 這邊加一個 這個不用絕對路徑 我們用相對路徑好了 相對於 目前的專 目前的程式 它是在同一個資料夾裡面 所以呢我就F等於Open Open什麼呢 這個路徑 所以它會找到它 另外的話呢 讀取的模式是 就R 我用把它讀取 另外的話 因為它是UTA58 我記得好像這一行 這個參數不加好像也可以 如果你本身就UTA58 好像不加也OK 不過你可以試試看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ForLine 這個Line 另外的是我們自己加的一個變數 把這裡面的東西 一行一行的讀進來的話 你可以讀一行進來 然後print一行 把後面的換行拿掉 然後最後把它close掉就可以了 這個close其實我印象中 這個不加錢沒關係 程式其實大概這樣子 ForLine 再引F 把它一行一行 幫我print出來 不過呢 你把它print出來 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應該這樣就可以跑了 有沒有發現 其實讀取檔案 在Python裡面我覺得是相當相當的容易 如果跟Java或VBA比的話 其實簡單太多了 有沒有其實程式真的不多 就是一個open的指令 三個參數給它 然後呢 跑一個回圈就搞定了 那如果說你今天希望怎麼樣 這個地方多了一個換行 有沒有 如果說你這邊假如你不希望 讓它有多一個換行 我剛剛有多做一個動作 就是把那個後面的換行清除掉的話 其實你只要在這一個line 後面呢 加一個什麼呢 我好像前面有講過 END END 就是它的最後面的東西 幫我清掉 這樣就可以了 END 等於空的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說 幫我把後面的這一個換行拿掉 所以其實這個參數 剛剛有看到 其實主要是 我不要那麼多的話 這邊又一個END 這邊又一個END 多一個嘛 所以如果我加這一行敘述的話 直接執行 OK 各位可以看到 有沒有 它現在呢 就是讀一行 就不會多一個END 有沒有 就是不會多一個換行符號了 OK 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地方的話 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我們網路上面 記得我是把它放在運動買版旁邊 這邊有個MEMBER 那你打開之後把它下載格式 把它下載成那個TST好了 當然你也可以試試看 其實好像這邊沒有其他格式 可以玩玩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OK 其實程式真的沒幾行 記得 F等於Open Open之後給它三個引述就可以了 其實這樣還蠻好用的 我覺得 讀取檔案 目前看起來應該沒有比Python 目前還還程式還少 因為這裡面原來的欄位數 好像有五個還是六個吧 原來的欄位數其實比較多 OK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 我不要讀取那麼多欄 總共有五個欄位 有那個編號一直到手機 那如果說我今天只希望姓名跟手機好了 其他欄位不要顯示的話 欸 這地方該怎麼做 OK 你可以想想看 這地方其實 如果只是希望顯示其中的兩個欄位 其中兩個欄位 那這個地方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做一些簡單的方法 就第一個 因為我把它讀進來的話 其實它是整個全部讀到F 那利用F 裡面我們這個地方可以把它怎麼樣呢 做一個切割 這邊我把它 再把它back好了 假設我回到原來的 其實我是把它切到一個list裡面 OK 然後再去做後續的應用 這邊再把它切割 其實就是做一個spread 就這樣 OK 然後呢就可以直接 把我們需要的藍數把它輸出就可以了 另外講 另外一個問題 剛剛有提到 就是如果你是像這一題 假如說 你沒有加這個encoding 你會發現如果我讀取的時候 假如沒有encoding UTF-8的話 把它直接執行 你會發現它好像會出錯 而且會告訴你說它預設好像D4是用CB950來讀取的 所以 也就是說 假如 如果你不加 如果說你不希望加encoding的話 你可以用OpenWiz這邊 可以用 那個記事本開起來之後 你可以什麼 另存心檔 然後呢 如果AMSI或取 它讀就不需要encoding 所以我想你們可以試試看 當然也還好 加一個encoding的UTF-8 反正就沒事就好了 我是建議 全部都用UTF-8 這樣的話呢 至少比較不會那麼麻煩 盡量 不要用那個什麼CP950這種問題 這種當然問題就會比較少一點點 這個是第一個問題 OK 剛剛有提到的 所以這裡的話 後面請各位注意一下 你可以 再加一個encoding encoding 等於 UTF-8 OK 這個部分的話 當然將來 就比較沒有什麼問題 第二個的話 就是說 還有一個第二個問題 也是同學常問的 就是說 老師可是我經常 我的檔案 不見得會跟我程式放一起啊 那我的檔案 如果我不要放在這裡 假設我不要放過來 如果比如說 這個檔案把它Delete掉 那我希望呢 你幫我讀取的位置是在哪裡呢 在直接就是下載區裡面好了 假設我希望呢 讀取的時候 就直接幫我從這邊讀取 也就是剛剛是相對位置啦 所以不會有路徑呢 不會在什麼C碟 哪個馬個目錄裡面 如果將來呢 你的檔案呢 是在另外的地方 交給一個方式 就是如果你是絕對位置的話呢 第一個找到它的目錄 把它複製一下子 第二個的話呢 給它一個絕對路徑 貼上 然後這邊記得一個斜線 意思就是它這個管整的路徑喔 但特別是喔 如果你現在執行的話 它會不會work呢 應該會出問題啦 它會跟你講說 這裡面的話 它不認得這個東西 而且喔 它還很貼心的告訴你說 這邊好像少了什麼東西 教過一個方法 如果你將來的路徑 是絕對路徑的話 在Python裡面也蠻簡單的 有個小小的技巧 這技巧好像蠻重要 但是一般書裡面都沒有提到喔 記得喔 你記得在這個路徑 如果是相對位置不用加 可是如果絕對位置喔 記得喔 請你在這個前面 加一個R就可以了 小R 這個小R指的就是 它是一個絕對路徑 也是後面的東西 就是一個絕對路徑喔 你會發現喔 雖然沒有什麼 但這個小R一加之後 剛剛發生錯誤喔 現在會不會錯喔 試一下看看 直接執行 你會發現喔 東西呢 就順利完成了 OK 應該可以領解啦 所以這部分的話 這個還蠻重要的 因為很多地方 都有可能是 這個 不是相對路徑喔 指的是絕對路徑 那請各位試一下 第一個啦 Incoding部分喔 當然這個部分不加 一定是不行 第二個 絕對路徑喔 請各位注意一下 把下載路徑喔 也許放在下載區裡面 你就不要動好了 就不用像剛剛搬過來喔 那你這邊前面 加一個小R 這第一個 第一個練習 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 如果我只希望 得到顯示的結果裡面 不需要五個欄位 而只要其中的兩個欄位喔 那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一個 丟到一個List裡面 一個什麼呢 串列裡面對不對 然後呢 我只要其中 因為讀到串列裡面的話 你要做SPRIT 切割嘛 那切割完之後的話 丟到List裡面 它一個List 就會有編號嘛 那這邊有0 1 2 3 4 對不對 所以其實你只要把 1跟4 顯示出來就好了 其他的不要顯示出來 這部分請各位練習一下 這還蠻重要的喔 因為以後喔 常常我們會讀取網路上的資料 或開放資料進來的時候 其實都不是全部 你可能只需要其中的幾個欄位而已喔 OK 那你要怎麼去處理喔 來請各位試一下喔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 所以特別之外 雖然沒有 沒有很多 程式其實非常簡短喔 因為我發現喔 Python讀取外部檔案應該是 我接觸過的應該最簡單的吧 程式真的只有一行 一行就把東西全部讀進來了 OK 我覺得這實在是太方便了 但是呢 你可能要注意一下喔 Incoding 建議全部都用UT58啦 所以如果它本來不是UT58 我建議喔 你就先用記事本把它存成UT58 然後Incoding也是UT58 這樣就一勞永逸了 OK不要管什麼 有的時候是CP950 有的又是什麼喔 那第二個就是說呢 把它存到絕對路径思考 因為絕對路径也常遇到 因為同學 上課 書裡面教的大部分都還是 相對路径 可是呢 如果你是絕路径的話 記得加個小R就可以了喔 那再來的話呢 如果我今天只希望 取得的是這個五個欄位裡面的 其中兩個欄位 也許是我要姓名跟手機就好 其他欄位不要顯示的話 欸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那其實也是利用前面講過的喔 好像剛剛有用到 就是你讀進來 它是一個字串 中間有斗點 那你就把它切割開來 丟到一個 一個什麼 一個list裡面 然後呢 再從這個list裡面呢 得到它的第一 編號1跟編號4的資料 OK 那這樣應該OK了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喔